没错 就是那个铁面具 小时候啊 把玉佩抢走的那个马匪 老夫人 你没事吧 温道 你侥幸逃过两回 那个马匪 一次两次都没有杀你 并不表示 以后一直会放过你啊 我知道 所以啊 只要我活着 你一定要把他杀了 温达 你是贺家的独子 贺家还指望你呢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你的爹 和列祖列宗交代呀 好好地留在家里 安心地搭理 贺家的店铺 以后不要出去了 就我从这儿上 一会儿我上去之后 把他拉上去 蹲下 快点 快点 你 你 高带 虎哥 你真 中在高带 你快上啊 你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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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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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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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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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说啊 你认识爷爷我 还敢打进我马队 是 你何来偷袭 那 说 山寨在哪 我 我 我 硬是吧 还硬是吧 我看你呀 别动脚 抓住你 我看你呀 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们马匪一锅端 送到官府 走 带上 贺家商队遭马匪打劫 财务前施 马匪又潜入贺家 试图要 劫我财务 就是他 现在 我想把它交给大人 希望大人 能顺藤摸瓜 把马匪一网打劫 还我们蒲苑百姓 一个安宁环境 这样吧 贺东娘 人你先留下 我会调查此案 用不了多时 我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案 有劳县令大人了 这贺家 还真是一毛不拔呀 一分钱不花 就想办案 就是啊 你说这蒲苑上上下下 哪家没给衙门上过宫 连马匪都知道 接了蒲苑人家的财物 要过来孝敬大人 花钱买太平 就他们贺家 不懂事 他不懂事 咱们就不办事 我已经抓了一个马匪 交给衙门 很快啊 官府就会查出 那个马匪窝 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到时候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干定 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做生意了 文达 您 文达 听娘的话 别惹娘生气了 看见没有 贺文达不懂事 可有人懂事 县令大人 尽请笑纳 你果真 狠守信用啊 天下事有规矩 就得一定按规矩般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娘已经把话跟你说尽 你要是执意不听 我就只能把你手里的 绸短状全部收回来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 说这个呀 娘 桑苏厂已经交给保琴了 桑苑你也交给了 裴伯苏准生 我剩个什么呀 我只剩个绸短状 你现在又把它给收回去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 反正我已经把话 都说清楚了 东家 娘说得对 闭嘴 动什么呀你 在你心里 娘永远是对的 娘 从小到大 你就把我当你的棋子 控制在你手里 我这还算是 贺家的大东家吗 我到底算什么呀我 让我别生气啊 我要劝他 温达 清廉大人 我的一个弟兄 还被贺文达压着呢 人哪 是贺文达扭送来的 要是突然不见了 恐怕 我现在要你 我刚才是拼了 现在是有胜利的 你再拼了 我已经在你身上了 我始终就变了 你还在我身上了 我始终就变了 我始终就变了 我始终了 我始终就变了 别生气了 不喝了 你干吗呀你啊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怎么会没事呢 简直家不成家啊现在 没法呆了 小楠 贺东家 你来了 贺东家 今日楚国房中有贵客 不方便见你 贵客 什么贵客比我还重要啊 贺东家 楚国现在真的不愿意见您 贺东家 楚国现在真的不愿意见您 贺东家 楚国现在真的不愿意见您 贺东家 楚国您的辛苦 下官敬您一杯 楚楚 谁呀这么大胆 楚楚 把他给我哄出去 别别别别别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啊 是徐公公 是前朝的大内众臣 皇上身边的红人 想要加官进决 没有徐公公办不成的事 徐公公啊 这次回乡省亲 恰巧路过蒲苑 能为你遇到啊 你这是三生有幸 贺文达 向公公请安 好 徐公公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啊 是我们蒲苑鼎鼎鼎有名的贺东家 贺文达 好 贺文达 敬公公一杯 哎 公公 这次回乡省亲 一路都辛苦了 哎 光临风月楼 太对了 这风月楼在蒲苑啊 方圆几百里 男人没有不知道的 哎哎哎 只要是男人 听见风月楼 保证把你服饰得 妥妥贴贴的 哎怎么说话呢 嗯 你又干什么呀 这几天你天天陪徐公公 根本不顾我此活 堂堂的贺东家 原来也会吃醋啊 我的女人 天天讨别的男人欢喜 我能不吃醋吗 她算什么男人啊 再说了 我不是你的妻 也不是你的妾 我算你什么女人啊 初初 我知道没有把你娶静门 那么多年你一直生我气 但现在我有个办法 可以把你娶静门 也给你一个名分 你能有什么办法 当官啊 以前的话太软弱 所以没能把你娶静门 但只要我有官品在身 我娘就不会处处牵制我 到时候我想娶哪个女人 都可以 你说呢 你说得都轻巧 你想当官 那就能当官吗 所以我说嘛 这事就靠你了 靠我什么呀 你拜托徐公公 把我买个衣冠半职 谁都知道 徐公公这个老家伙 对你情有独钟 这事 如果你说句话 一定能成 贺文达 我说你今天对我怎么这么甜蜜呀 弄了半天 你又想逸我 恒宁家 谁啊 刚分开你就不认识啦 是你 你不是在大佬里吗 我都不劳你费心了 保官是吧 没有没有 打我是吧 误会误会 我打他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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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他打我 我打死你 老子跟你同归日子 抓住他 何董娘 没事了 人已经死了 安全了 大嫂 怎么回事啊 娘 到底怎么回事啊 娘 文达在外面 被马匪追杀 你躺下 大嫂 您坐 不听我的话 跑去招惹什么马匪呀 你看看你 弄成这个样子 不是 也好 给你一点教训 这两天你好好养着 抽段庄的生意啊 就交给宝琴 和裴伯去打理吧 娘 等你伤好了 想明白了 自然就还给你 贵权哪 别老带着你侄儿玩 好好照顾他吧 您慢走 您说这不奇怪吗 那 那个马匪 怎么 怎么无缘不够被放出来了 我这大侄子 你是真糊涂 还是假糊涂啊 这蒲苑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咱们那个县官 是认钱不认人的贪官哪 蒲苑这些商户 逢年过节的 谁不给他送钱送东西 也就你娘特殊 不信这个邪 什么也不送 哎呀 这下好了 你还指望这县官 帮你抓马匪呢 你等着吧你 我去找周哥 看他怎么说 哎呀 你现在去费有什么用呢 这不明白这大铁脸送钱了吗 那你说怎么办 你知道成东的林家吗 江南最大的茶叶商 谁也不知道 哎呀 人家商队的实力可大了 每个人手里都有枪 马匪都不敢动他们 这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我是想把他们林祖康东家 介绍给你认识 咱们如果有机会 跟人家合作 马匪就不敢跟咱们造次了 而且我听说 这林家 和羊商关系肥浅 人家茶叶 都是过海赚大钱哪 不行啊 不然我出门 大丈夫眼光 要放远点嘛 也不然老顾着 叫他一亩三分地儿 你娘 为什么不让你出门呢 不就怕你有危险吗 你这现在一旦 咱们跟林家合作了 马匪就不敢动咱们了 就没危险了 而且 咱们贺家的生思 又拖宽销路 你娘她何乐而不为啊 就这个 二爷肯定这个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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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说这刘过阳的人哪 玩得玩意儿都新鲜 家里都是大茶叶商 现在自己也是林大东家 林大东家 来来来来 敬你一杯 喝凶客气了 想我林客两家在仆院 那都是经商的大会儿 以后免不了有很多的教我 你帮帮我 我帮帮你嘛 我帮帮你嘛 林东家 那腰里别的什么呀 咳死了 再上几壶好酒啊 林东家 这玩意儿 这个 嗨 我从洋人手里买来的东西 防衬用的 喜欢啊 就随便看看 再来一次 我就不信了 二爷 喝完酒吧 去一趟我们烟馆 烟馆还新货 试试 你说洋人还卖这玩意儿啊 你以为洋人上咱们这儿 买你的蚕丝买我的茶叶 靠的是真金白银哪 靠的是这个 你看 这这这小夕 小心 好好好 这个 喝酒 这东西容易走火 你小心点 对对对 祖高 这玩意儿 多少银子 什么银子不银子呢 既然贺兄喜欢 我就送你 祖高太豪爽了 祖高 我敬你呗 打死 爹 别动我 厉害大人 贺东家不必多礼 坐下说话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好 我这次来找您 想请您帮个忙 你找我能帮什么忙啊 请大人帮我把麻菲引出来 贺东家 你太会说笑话了 我怎么能帮你把麻菲引出来 其实事情很简单 只要麻菲出现了 拜托大人告诉我一声就行 小小意思 还请大人孝大 好 贺东家 抓麻菲 这是衙门的职责 你这就不对了 怎么这么客气啊 之前贺文达又做到不当之处 还请大人多多包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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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达 我看来福 带一帮人 咱能够等着他 怎么回事啊 没事 不可能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知道大天脸在哪儿了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会来找何强麻烦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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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脸 大天脸 终于让我等到了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为民出汗 活着你这个大魔头 好 干吗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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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别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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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大哥 他醒你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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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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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为你保重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 老爷已经走了快四十年了 好了 记过组了 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去吧 娘 您路上小心点 老夫人 车马都准备好了 您的包袱也已经放到车上了 我不在的日子 文达 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董家这是要去哪儿啊 出去一趟 我看到书房里有把枪 你要枪做什么 防身用啊 女人就别管这么多 女人就别管这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殿下 殿下 你快来 我刚才看见前面有个人 哪儿啊 那儿 往池塘那边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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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死啊 站住 你还没死我的命 怎么能死啊 你怎么啦 怎么满头大汗的 没什么 你梦见什么了 没没没没 没什么 睡觉了 文达 你早上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 我昨天晚上没回来 怎么会呢 你昨晚 不是还帮我盖被子了 盖被子 你做梦见了 疼啊 干吗 今天晚上我请仙林大人吃饭 谢谢他 谢谢他给我帮忙 自己睡吧 不 Bolt 三二啊 四二干什么呢 鬼 鬼啊 车停一宿了 车停一宿了 大人 何同家 何同家 什么 仙灵大人死了 杀人的刀却在你的手上 难道是你 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 不是你 张大人 城府还活着 他也会官府 是是 怎么回事张大人 我冤枉啊 在那边 老夫人 冬家出事了 衙门说冬家杀了人 把他关进大牢了 啊 哎哎哎 有人跟你说话了 啊文达 你们都干吗去了 找人把我放出去啊 我告诉你啊 我没杀人 我说了多少回了 我没杀人 我是冤枉的 温达 你别着急 我已经拆人 拆人去找娘了 赶紧啊 告诉你这鬼地方 我一天待不下去了 让娘 别舍不得他那些臭钱 现在 现在这堂官呢 没钱 说不了大天没用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放心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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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保佑 和温达早日脱离苦海 不要遭受无望之灾 菩萨保佑 阿弥陀佛 楚姑 你在这里拜佛 有什么用啊 要不 你去看看贺东家去吧 温达 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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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来了 温达 你怎么犯了这么大的事啊 你还好吗 好什么好啊 真是 对了 你赶快 把真玉带上 能保佑平安的 好 好 娘 都什么时候了 奶奶怎么还不回来啊 温达 我们去衙门看看 不许去 衙门是你们去的地方吗 夫人 夫人 老夫人他们回来了 奶奶 娘 怎么样了 奶奶 李大人当然犯人了吗 我们带着金子前去 但根本没见到李大人的面 在门口等了几个时辰 就是不见 没见到 知府大人派来审案的亲信 这哪能说见就见哪 那怎么办啊 奶奶我爹会不会被砍头啊 少爷 别跟我说 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 别自己吓自己啊 娘 那李大人什么时候开审啊 还不知道呢 这温达犯的是杀人罪 而且杀的又是一线的父母官 再怎么打点通融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我相信 温达没有杀人 我也相信我爹不会杀人的 可是 温达在现场 刀也在他手里 这大伙都看见的 是不是有人陷害爹 或者 或者爹中了什么邪招子 上了身也有可能 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话呀 老夫人 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 您不在的时候 东家身上发生了很多的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你说 前的日子有些人说 东家经常在半夜里神神秘秘秘的 就像 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了体 什么人 东家 给东个钱 东家您今天在家呀 胡说 这么说东家的闲话 太不像话 东志婶 你在咱们贺家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好 抱歉啊 这些日子 文达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东家一切都好 听见了吧 阿裴 是 如果再有下人在那里嚼舌根子 赶出鹤家 老夫人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 穿这样的邪化了 醒了 我已经从庙里 求回了 保佑贺家平安的灵符 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贺家 平平安安 风平浪静 老秦 这些日子 你就多关注一下 家里绝不能有鬼的传言 这要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咱们家的脸往哪搁呀 是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上一回啊 截了我们的车队 这一回 又设计陷害文达 真不知道以后啊 他还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们 可是 他们要是想下东家下手 应该早就有机会的 神出鬼没才最可怕 是 是 是 还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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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华 华 时 老三 玻璃 玻 玻璃 聽著 所有的門都要加固好 尤其是後門那邊抓緊 好嘞 老夫人 老夫人 你先下去吧 外面多找一些人 嚴加放手 是 文達進了大牢 本來就已經人心惶惶了 我不能讓賀家再有任何問題 放心 所有可以出入的地方 都駕骨過 連脆弱的院牆都修補了 還夾派了人手 日夜巡視 那些送食材送日用的店鋪 早上我也都叮嘱了 以後咱們自己派人去去 但凡不熟悉的外人 都不讓進入宅子 還是來了 要是他真的現身了 我們該如何收場 老夫人 還不一定是他呢 不 我有預感 一定是他 福無雙之 或不擔心 一點都不假呀 這文達莫名其妙的 就攤上了殺人案 身陷大牢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他又出現了 這可千萬不能讓宗親們知道 這雙生兒要是泄露出去 賀家就完了 好 夫人哪 去看看 去看看 老夫人 外面没人 该来的终归躲不掉 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想办法 把文达弄出来 我会勤去衙门那边走动的 想办法拖路子 跟那位李大人搭上关系 该用钱的地方 你就自己做主 是 来人哪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点 快点 走走走 怎么了 怎么了 同志小儿 东志小儿 东志小儿 有一个人 就在咱们院子里 是个外人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跑过来的 吓死我了 阿妩 来人守住前门 阿金守住后门 其他人分头搜 走 走 去看看 快 我去那边 走走 这边 没事了 没事了 来 看看那边 去那边看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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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边 我们有什么可以带来的 没有 没有 这边 分头和我 去那边 去那边 我们两个 去那边 走 走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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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去 走走走 抓紧啊 快点 看仔细 好 这边 别急 去那边 你 看看 我 这边 都在不 回来 我 在不 没事 来 我们 把我们 忽畅 我们 告诉我们 老太太身体不舒服 我去请大夫来看看 是 放心吧 裴博 这是去哪儿啊 你走错了 听到没有 你什么人 你 公家 怎么是你啊 你看清楚我是谁 这 真的是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杀了何彬德 那还没懂事啊 你怎么做 你现在开始想干什么 我之前想干什么 你现在想干什么 我现在还是拥有 我说你怎么办 他店人都没得出来 我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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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家就完蛋了 你好好想想 如果你答应我 赫文大可以不死 赫家得以保全 否则 与死亡破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如果你泄露出去 谁都会有好日子过 你 你准备了 你充电 你AP 我 那么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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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